最近Windows自動更新 每次update,每次死機 你有沒有遇過呢? 唯一方法強制停止自動更新 我是亨利 這是我拍檔尼可 歡迎來到尼可亨利頻道 最近Windows自動更新 令很多人的電腦出現不同程度的問題 你會不會都是其中一個受害者呢? 很多時在自動更新之後 系統反而變得奇奇怪怪 CPU長時間處於最高的使用程度 甚至不能夠開機 如果你不想成為其中一個受害者 建議你暫時手動關閉自動更新 首先按WingarR輸入這個指令 打開群組編輯器 打開系統管理範本 再在下面我們打開Windows元件 然後向下找Windows Update 之後我們在右邊的面板 找這個自動更新 Double Kick 跟著按停用 確定 之後我們再向下 去找這個透過自動更新 建議的更新 一樣是停用 跟著按確定 然後跟著我們在 我們到開始 Right Kick 選電腦管理 打開電腦管理這個面板之後 我們去服務與應用程式 找服務 打開之後 跟著我們在右邊面板 找bed ground 选择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 然后停用 最后我们按Vingor I 选更新于安全性 进阶选项 再选择传递最佳化 允许从其他电脑下载这里关闭 做完这几个设定后就全部完成 如果你遇到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条影片帮到大家